第六集 说着还真磕起头来了 一下一下的蓬蓬作响 圣红心里一疼连忙跳下炕 一把扯起林姨娘 好端端的 你这是做什么 林姨娘抬起头来 泪眼婆娑的望着圣红 千般柔情万般委屈 凝视了一会儿 却什么也不说 转头扑在王氏腿边 一边哭 一边哀求道 就大太可怜 要打我罚我都成 就是 别把我当那奸邪之人 我有不懂事的 就叫我来训斥 我什么都听太太的 我对老爷 是一片真心的 哭得生死力竭 气息低哑 双眼红肿 气竭的倒向另一边 圣红的腿上 圣红实在不忍心 颇有动容 轻轻扶了她一把 太给力了 姚依依终于忍不住 睁开一条缝的眼睛去看 圣红脸上不忍大圣 王氏气得脸清嘴唇白 却半句说不出口 浑身抖得好像打摆子 来福看得目瞪口呆 刘坤家的自叹福如 林女士惊人的才华 奇迹般的把一心想睡死的 姚依依同学 惊醒了 一个出生光幻人家的小姐 虽然落魄了 在养尊处优了十几年 她有勇气 这样当着下人的面 表决心表示心 说跪下就跪下 该求饶就求饶 哭就哭 争就争 为什么我就如此懦弱 不肯面对现实呢 不就是投了一个 不咋地的烂胎吗 在一个凉凉的夏夜 一位专业过硬 技艺精湛的职业二奶 终于唤起了姚依依 生存的勇气 那天晚上的对话 原来明明是在质问 林女士罪责的 可这话题 不知什么时候就歪楼了 林女士从一个被告 变成了原告 上述案件 从追究魏姨娘的死因 莫名其妙的变成了 大老婆迫害小老婆事件 追踪调查 过程转换的若有若无 如羚羊挂脚 无计可循 听众们不知不觉的 就被绕进去了 其实 明面上听来 林女士并没有指控 王氏任何罪名 但是她的每句话 都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连姚依依这样 上贯法庭的专业人才 听着听着 也觉得好像是王氏 冤枉陷害了她 林女士的舍身出境 很快见效 圣洪同志暂停了处罚措施 并且于第二天 去了林姨娘房里 小做了片刻 林姨娘秉退众人 拿一个成瑶五彩小盖钟 给圣洪 气了一碗 奄奄的铁观音 正是圣洪素日里喜欢的伙后 再看林姨娘 一身单薄的月白绫罗衫子 满头的云柄 只插了一只素银花卉 绞丝小发簪 真是楚楚可怜 如花娇弱 来的时候 纵有万般火气 也退了一半 但她总算是 官场上打过滚的人 好歹还记得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于是冷声道 昨日在太太处 我给你留了脸面 照你说的 魏姨娘的死 你竟没有半点干系 老爷给我脸面 我如何不知 老爷今日独自来与妾身说话 妾身也索性摊开了说 那魏姨娘是太太给老爷讨来的 只见太太又接二连三地弄出了 像姨娘和平姨娘 这全为的是什么 全府里上上下下都明白 不过就是看着老爷疼我 怜我 太太不喜 我在这府里 神丹立威 苏氏里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若不知些得力可靠的人守在身边 且不知如何被人遭见 我自己不打紧 可我不能让风格摸紧遭罪啊 这才关紧了门庭 撇清了自己杆 平日里凡事不沾身 为的就是保自己平安 魏姨娘那晚出事之时 我的的确确存了私心 不愿理睬 可要说我存心害她性命 真是血口喷人了 红狼 红狼 我总然有千般万般的错 你也瞧在风格摸紧的面子上 前日先生 还快风格书读得好呢 圣红心中一动 也不声响 端着茶碗来喝了一口 灵姨娘慢慢的 依到她身边坐了 头挨在她肩上 细诉 红狼 我深知你为人 当初你我定情之时 老爷就对我启示 绝不让我叫人欺辱了去 这才顶着太太娘家的脸子 给我置办了田产铺子 让我好在府里 挺起腰杆做人 红狼带我一片厚意 我如何不知 若我做出那狼心狗肺之时 叫我天诛地面 不得好死 语音婉转千娇百昧 即便是毒事发起来 也如同说情话一般 圣红不由地松开了眉眼 正待伸手揽过灵姨娘温存一番 突然又想起 那日与圣老太太说的话 于是缩回手 推开灵姨娘 灵姨娘素来拿捏得住 圣红的脾性 没曾想被推开 脸上丝毫不露 只盈盈泪眼地望着圣红 圣红看着灵姨娘 沉声说 被姨娘的死就此结果 我会与太太 勒令福利上下 谁也不得提解 但从今日起 有几件事 我要与你说清楚 说着 双手复背 站到炕前 今日之事 我也有过 一味怜惜爱众于你 竟忘了圣人之言 所谓 长幼有序 敌树有别 我们这样的人家 可不学那商骨之家 弄什么平漆来丢人现眼 太太纵有一万个不是 她究竟是大女士小 你应当尽礼数 从今往后 你撤了那个小厨房 我也停了给你的银银花销 你院子里的丫鬟婆子 当于福利其他人等一般奋力 不得有所厚拨 你若愿意赏人 便自己出钱 一应事于 皆按照府中的规矩来 想来你这些年来 也有不少提及 竟够用了 以后你要守着规矩 给太太每日请安 若有不适 隔日去也成 但以后叫你院里的人 收敛点 不得对太太不敬 说些没规没矩的胡话 若被我知道了 一概打死发脉 灵一娘花容失色 心里凉了一片 正待变白 我也并非不明事故之人 你与太太不睦已久 我也不会想着 你和她一日 就能姐妹和睦 但你当先服个软 我也不会收回 与你那些产业 那些东西 还给你傍身 可管事之人 却不能由你胡乱指派 当日你那两个族亲 在泉州每日 喝花酒包细子 排场竟比我还大 以后你指派的管事 得由我看过点头 不许再招那些 魂不吝的狗猜 没得败坏我圣家名声 风哥和墨家 还留在你身边养着呢 你若真为孩子着想 也不至于弄到如此地步 现在 你就多想想那两个孩儿吧 灵依娘本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听得圣红最后一句话 却不言语了 她知道 这是圣红要继续做官 要驳一个好官生 就不能让人抓住了 私得上的毛病 圣红刚才说的 不过是要她做小伏地 却没有剥了她的产业 也没有分离她的孩子 这已经是底线了 这次魂姨娘的死 她终究是大有干系 能够如此消暗 已是大幸 她是聪明人 知道什么时候该见好就收 纵然心中有所不甘 也只咬牙忍下 反而打点起精神来 与圣红温存 圣红在灵依娘处 软玉温香了半上 之后 直奔王室正房 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她来到王室房中 依旧秉退了仆妇 只留下夫妻二人 在内室说话 待她把刚才和灵依娘 说的话交代过后 王室粉面含怒 你的心肝宝贝 我何时敢说什么了 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我如何敢有半个步子 你也别打量着我不知道 我只问你三句话 第一 旧老爷家无病无灾 你早不去晚不去 为何偏要等到魏姨娘 临盆前几日扯着我去 第二 府里那些 懂得接生的婆子 总共四个 其中有三个是你陪嫁来的 他们素日 都是听谁效命的 你比我清楚 第三 我又如何会那般巧的回府 正好瞧见魏姨娘最后一面 王室心中微惊 嘴里却不慌不忙 生平不做亏心事 半夜敲门鬼不来 那日我走的时候 特意请大夫给魏姨娘整个脉 明明是好端端的 那大夫正是老爷最信的那个廖大夫 老爷不信 可自去问他 他说 魏姨娘出嫁前常年做活 本就身体端健 哪怕没有吻婆也可以自己顺产 可我一走 李姨娘却三天两头 往魏姨娘饮食里下吸寒粮之物 这才引得魏姨娘生产不顺 李姨娘有的是银子 里面外面的人手也都尽有 就算我的陪嫁婆子不听使唤 他难道就没人可用了 明明是他巧言善变 老爷全听信了 那泉州床里有多少吻婆 他足足拖了几个时辰才把吻婆叫来 就算不是他存心 也是他手下的人放纵 我占得直立的正 纵有些花巧伎俩 也不过是想瞧瞧林姨娘如何应对吧 倘若她没有害人之心 魏姨娘便是无人理睬 自个儿待在院里 也能平平安安的生下孩子来 盛红没有反驳 反而连连点头 这内里的事情我早已查清 这次的事 林氏大有干系 但要说他真想害死什么人 却也不至于 只能说魏姨娘命薄 两下里一凑 刚好给对上了 你那些陪嫁婆子 速日就与林氏斗气 也不是有意拖延 事已至此 但不成 我还真杀了林姨娘 田命不成啊 那两个孩儿 倘若心生怨对 家宅如何安宁 王氏生气 扭过身子不理盛红 气鼓鼓地拿起手绢 搅了起来 盛红坐到王氏身边 轻言软语地劝道 这几年 我让太太受委屈了 太太放心 此打往后啊 我当不再纵容林姨娘 你是大 她是小 你是我明媒正确 三叔六礼 聘来的正风太太 百年后 谁要与我 共享宗此香火的枕边人 她临时便是翻了天 也是越不过你去的 她自当给你请安问好 打水服侍 王氏心头一喜 回头笑道 你可舍得 盛红索性露住王氏腰 轻轻抚摸 没什么不舍得的 一切以圣家为重 林姨娘再重 还能中过 和服上下的体面 太太 你倒拿出大甲规矩来 也得记得自己的亏据 你自己不先立的证 如何让别人服帖 老太太那里 王氏被她几下摸过去 身子早就软了一半 许久没与圣红 这般轻硬韵贴 心中柔情大盛 我知道自己也有不足之处 放心 只要她守规矩 我自不会欺压于她 也不会再是小性子 与老爷置气 孩子们都这般大了 难道我还会与她 争锋吃醋不成 圣红摸着王氏 语气缓和了许多 于是再接再厉 把王氏搂着在耳边 轻轻吹气 逗弄得王氏 粉面泛红 气息发烫 我的好太太 你是大家小姐 自知的夹锋不正 夹道不宁的道理 如今呢 我们当往前看 华家眼看就要急急了 真说亲事啊 就在眼前 要是咱家有什么 不堪的事传了出去 岂不是连累了华家 华儿啊 是我的头生女 又是低处 我还想着 要给她找个 千好万好的女婿呢 到时候 也摆摆 那泰山老丈人的威风 老爷说的是 我都听老爷的 姚依依同学躺在隔间 她昨天终于破天荒 喝了一碗喷香的 鸡丝精米粥 今天多少有些精神 歪在软榻上睡不着 再次不好意思 她又把人家夫妻的话 都听见了 这个怎么说呢 圣府的混乱 源自林姨娘的崛起 不能不说 林姨娘舍弃外面的 正头太太不做 宁愿当个姨娘 是看准了人 对人下菜碟 她不是稀里糊涂的 游二姐 她找了圣洪 是因为知道 她是个性格独立 不受妻子前置的男人 她也知道 圣洪早年 当数字时的良苦 并以此为切入点 为自己在圣府 搏了个不败之地 姚依依觉得 自己也不用责怪圣洪老爹 只能说 男人对于恋人的原谅 是无原则的 而对于 没有什么爱情的 妻子的尊重 却是有条件的 圣洪这样 受过教育的封建士大夫 虽然恪守礼法 但作为一个 有追求 有文化的青年官僚 她对情感 毕竟是有需求的 王氏对她来说 可算是包办婚姻 但是如果婚后 两个人用心经营 包办婚姻 也能生出 情深义重的 挚爱夫妻来 可惜王氏 在这上面 多少犯了错误 而林一娘 对于圣洪来说 却是自由恋爱的结果 在众人 无所知的情况下 两个人偷偷摸摸摸掩掩 欲示压制的情感 欲示浓烈 那个时候的圣洪 想必是动了真心 徐志摩对待林徽英 和陆小曼的深情厚意 与对待张又怡的 冷酷残忍 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同一人 对比徐大才子 圣洪还是有节制的 应该是林一娘眼光不错 运气更不错 圣洪不是懦弱 昏溃的贾连 她到底是从数字 爬上今天的地位 她很清楚 妾室受正式欺悟的地方 无非两块 日常生活和子女抚养 所以她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直接给林一娘 独立的经济来源 有了钱 自然腰杆就挺了 并且率先破坏规矩 坚持让林一娘自己养孩子 可是这样一来 规矩就荡然无存了 随着时间推移 林一娘生儿育女 王室又无法从感情上 把丈夫拉回来 林一娘的地位越来越稳固 她开始培植自己的亲信 渐渐与王室有了分庭抗礼之事 圣府由礼到外 逐渐形成两派人马 且战火愈演愈烈 而姚依依目前身体的这个生母 魏姨娘 就是在这种妻妾对质情况下的无辜炮灰 古梁传约 物为妾为妻 就是说妾是没有资格扶正为妻的 有妾无妻的男人仍可算是未婚的 而嫡妻死了 丈夫哪怕妻妾满事 也是无妻的官夫 要另寻良家聘取嫡妻 但是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况且这只是规矩 并不是律法 所以不是没有漏网之余 例如就有交信这样被扶正的幸运小妾 虽然这种例子并不多 但不是没有 第七集 姚依依是学法律的 她知道 从本质上讲 封建社会的律法 维护的是男子的权益 一旦男子的全部权益 归结到正式以外的女人身上 那么正式退位让贤的情况 总会发生 这很悲哀 但是还好不多 倒霉的陈世美同学 挨了包爷爷一闸 不是因为她停妻再娶 而是因为她犯了人命案 男人犯重婚罪是不会杀头的 当然在礼教森严的古代 如果像圣洪一样 想要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 那就不能因为这个坏了名声 刚开头几年 圣洪不管不顾 与灵姨娘秦海无边 不愿上岸 可她毕竟是有理智的封建士大夫 不是以突破封建家所为己任的民国诗人 她与灵姨娘的热情终归会消退 而王氏的娘家出手干预 加快了这一速度 王家人出人出力 还想出了美人计 这个招数实在不算新鲜 但贵在有效 从古至今 宫廷到民间屡逝不爽 但没想到 灵姨娘战斗力极强 连着给几个颇有姿色的丫头开脸 竟然没能拉回圣洪 毕竟灵姨娘出身官家 姿色秀美 和圣洪谈起诗词歌赋 风花雪月来 连王氏也插不上嘴 何况几个丫头 于是王氏剑走偏锋 找到了正处于困境的平民女子 魏氏 她虽然并没有很好的文学教养 但她拥有一个所有女人 最直接也最立竿见影的优点 美貌 果然真爱千金 抵不上胸脯四两 圣洪一看见魏氏 就被迷倒了 她不识字 没关系 她来教她 她不懂诗词说话 没关系 她来点拨 二病思磨 红袖天香 何尝不乐 加上魏氏 性情温柔敦厚 圣洪也真喜欢上她了 这下子 灵姨娘急了 她所依仗的 无非是圣洪的宠爱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她绝不允许 有人踩进她的地盘 她要折腾魏姨娘 一开始 倒也没有想要她命 只是希望把胎儿给弄没了 最好是把她的身体也给弄垮了 可是魏姨娘特别点背 历时就一命呜呼了 魏姨娘的死 让圣洪陡然清醒了 纵然没有像 对灵姨娘那般情谊 终归也是同床共枕过的女人 看见她死在一滩血泊中 圣洪终于意识到 家庭内部的矛盾 已经激化了 作为一个 常年外放任实差的官员 圣洪如何不明白 魏姨娘的死 其实是福利规矩败坏的结果 妻妾斗争的惨烈 让圣洪不寒而栗 所以她下决心整顿了 要恢复良好的家庭等级规矩 就得放弃对灵姨娘的过度偏爱 从擎海上爬上岸 站在大家长的角度 公平持终的管理家庭 不过就算如此 她也还是不敢把灵姨娘和她的孩子 完全交到王氏手中处理 她知道 这两个女人的嫌隙 怕不是一天两天 就可以抹平的 王氏这次 基本上获得了她想要的东西 就算她依然在爱情上 斗不过灵姨娘 至少也获得了在家庭中 唯一的女主人地位 正房妻子对妾室终究是提防的 尤其是面对贵妾时 更有危机感 就像黛玉说的 不是东风压到西风 就是西风压到东风 宝玉她妈 对赵姨娘那种无所谓的态度 是建立在两者实力悬殊 太阔的情况下 一个是豪贵的王家 一个则全家都是奴才 连自由人都不算 自己还是家生子 而王熙凤 之所以会那么忌惮尤二姐 却不把秋童放在眼里 就是因为尤二姐是贵妾 而且她自己出嫁多年 都二十多岁了 还一直没有生儿子 本就属于犯了七出 没有不让纳妾的道理 只不过有娘家撑腰 才一直无人说她 一旦尤二姐生出了儿子 不说会取代她 至少也会危及她的地位 所以当王熙凤一听说尤二姐的事情 就立刻打剑出鞘 妻妾之争 是一个很复杂的命题 包含了智慧 毅力 胆量 家庭背景 个人性格 当然还有运气 种种因素在里面发生作用 只能说优势基本上 还是站在了妻子这一边 妾室哪怕有二房奶奶的地方 但杀出重围被扶正的可能性 也还是并不高 整部红楼梦 这么多倒霉女子 也只有一个交信 有这样的运气 平儿和湘灵后来到底有没有被扶正还两说 就算被扶正了 也是薛盘和贾连落魄之时了 算不上是什么天大的好事 而这位可怜的魏姨娘 不过是众多倒霉小妾中的一位 她的死就像大海中的一朵微小浪花 虽激起过一些动静 却最终被无声无息盖过 而后圣洪和王室为了家族体面 逐一替换府中仆妇下人 而林姨娘自己当然不会提 渐渐的 圣家无人在提起魏姨娘的死 甚至没几个人知道 当初这位惨死的美丽怯弱的女子 姚依依想到这里 又没有生存意志了 她既没有实力派的姨娘做生母 又不是嫡母所出 她将来在圣府的地位 会很微妙的 她这次投胎实在是鸡肋 比差的要好些 比好的又差些 笔上很不足 笔下也没余出多少 怎么做才能在这个世上 好好活下去呢 五岁快六岁的圣明兰 开始严肃思考生存问题 圣洪同志新官上任 新任期新气象 她有心打造 登州第一家庭的良好形象 给全州老百姓做一个父子子孝 全家和乐的好榜样 为建设封建社会良好风貌的新登州 做出贡献 于是在上任交接完成之后 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 带着王室 带着王室并三子四女和几个丫鬟婆子 声势浩大的来给圣老太太请安 进了寿安堂政厅 圣洪和王室向圣老太太行过礼 分别坐在罗汉床两边的方椅上 接着让仆妇领着几个孩子 按着次序一一行礼 先是三个敌出的 再是四个树出的 没有窃室 明然就是姚依依同学 清早起床浑浑噩噩 连早饭都没吃 就被爆出房间 被一个十四五岁的丫鬟领着行李 她排行倒数第二 轮到她磕头时 已经有些醒了 这头一磕下去 她立刻就完全清醒了 结结巴巴的跟着说了句 给老祖宗请安 很久没说话 又怕说错话 明然一开口 就是语音制弱 说话不利索 立刻引起几声轻轻的痴笑 明然转头去看 站在一旁的如兰小姑娘 正轻轻掩着嘴 她身边站了一个 眉目清秀的小姑娘 看着似乎稍微大点 估计是排行第四的墨兰小姐 她头戴一对点脆的白玉环 身穿弧绿色的细纹螺纱 站姿规矩 头微微下垂 温婉又恭敬 圣红微微皱眉 去看王室 王室立刻瞪了如兰身边的妈妈一眼 那妈妈惶恐地低下头 瞧着如兰和墨兰两人 圣老太太心中叹息 又再看看呆头呆脑的明兰 被人笑话了也不知道 还傻傻地站在当中 一副懵懂迷茫的样子 她不懂神色地瞎了口茶 眉目低垂 等到最小的圣长洞也行完了礼 她道 我素日清静惯了 不喜人多热闹 都是一家人 何必拘离 还照往常 指美行来请安吧 王室粉面泛红 估计昨晚睡得很好 瞧老太太说的 在您老面前尽孝 原就是晚辈的本分 前几年啊 是我不懂事 疏忽了孝道 前被老爷说了一通 媳妇已经知错了 王老太太瞧在媳妇 蠢笨的份上 莫要与媳妇一般见识 媳妇在这儿 给您赔罪了 说着便站起来 给圣老太太跪下 圣老太太看了圣洪一眼 圣洪连跟着一起说 莫姐 莫说这晨昏定醒 就是时时给您端茶地水 都是他应当做的 说着母亲不允 儿子只当您还在生媳妇的气 许家不言都是儿子的不是 儿子自当去父亲领钱领罪 说着也给圣老太太跪下了 王氏用帕子抹了抹脸 红着眼睛道 母亲 儿媳真知错了 王氏你在娘家时 儿媳也学过百山孝为首 自打进了圣家门户 却被猪油蒙了心 左了性子 疏忽了对您的孝道 老太太尽管罚我就是了 千万莫要往心里去 老太太 若是怕人多嫌吵闹 王后 我们分着来请安就是了 王氏说着低声啜泣 圣红也双眼红了起来 明兰站在左边最后一个位置 往前看 心里暗响 这夫妻两人 不知是不是昨晚连夜排练的 一大一唱配合得十分到位 说眼红就流泪 难道是袖子上涂了洋葱汁 正想着 对面的三个男孩子 和这边的女孩子们 已经齐齐跪下 纷纷恳求圣老太太 一个个言辞恳切 好像圣老太太 如果不答应他们来请安 他们立刻就要心碎难过的 死掉了一样 如兰小姑娘慢了一拍 被身后的妈妈推了一把 也跪下了 明兰一看 也厚知厚觉的跟着跪下 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圣老太太健壮 长叹一声 也不再坚持 挥挥手 让丫鬟把圣红夫妇扶起来 既如此 就依你们吧 说着 又看了呆呆的明兰一眼 瘦弱的小姑娘 又是最后一个自己站起来 圣长洞年纪太小 站都站不稳 磕过头后 就被婆子抱走了 剩下的人都依次坐下 明兰以前一直不怎么清楚 请安是怎么回事 从字面意思来看 请安就是问老太太一句 How are you的事 顶多加上两句 Where you die 或者 Are you ear 之类的 但看着小丫鬟们 给几个少爷小姐 分别端上圆吨物子之后 明兰觉得 自己应该更正观念了 请安 是古代内宅 很重要的一项活动 管事的媳妇 对婆婆汇报 最近的工作情况 或者请示 将来的工作计划 如果孩子 是养在婆婆跟前的 那就抓紧机会 看两眼自己的娃 免得回头 都认不出 哪个娃 是哪个肚皮生产的 如果孩子 是养在自己身边的 就拿出来 给祖父祖母看看 搞点天伦之乐 或者些家长里短 逗老人家开心 可惜王氏 很久没有干这份工作了 口气熟络不好 生疏也不好 更加掂量不好 和圣老太太说什么 所以今天 圣红同学 特意陪着来请安 充当和氏老之外 还要负责率先 打破冰面 目前 这几天 住的可惯 这灯州天气 可不比泉州温暖湿润 是凉了些 不外事 我倒觉得 这灯州比泉州好 大山大水的 高高阔阔的 临海近 气候也不干 我说老爷是得了个好差事 不寒不燥的 我一个老婆子倒没什么 不知几个小的觉得如何 可有不是啊 圣老太太说着 眼睛 便望向左右两排的孙子孙女 王室热切的目光 立刻扫向圣长白 长白哥哥 规规矩矩地站起身 微微躬身 回老太太的话 孙儿 觉得很好 结束 十二个字 解明恶药 然后坐下 圣老太太放下茶碗 看了看圣洪和王室 然后去看 剩下的几个孩子 圣洪没有什么反应 王室好像有些尴尬 偷偷地瞪了儿子一眼 第二个说话的是圣长风 他生得与包妹莫兰颇为相似 圆润白净的小脸上 挂着清和的笑容 声音清亮 泉州温雅 灯州大气 一地有一地的好处 我朝天下 烟又不好 孙儿前几日读到杜子美的诗 代宗夫如河 其鲁清未了 造化终神秀 阴阳分割晓 山东祭出圣人 又有泰山 真是个好地方 哪天老祖宗有兴致 咱们还可以去看看那风禅之山呢 话音朗朗 吐字清楚 看得圣红连连点头 眼露满意之色 圣老太太也忍不住多看他两眼 风歌好学问 都说风歌读书是极好的 诗色文章 颇得先生夸奖 一时寿安堂内气氛融洽起来了 圣红更是高兴 几个小的也松了口气 只有王氏笑得有些勉强 明兰偷眼看去 发现他正死死地揪着手绢 好像在卡着圣长摆的喉咙 好让他多吐出两句话才好 华兰看了看王氏 转头向上座娇称道 老祖母亲快着三弟 可是嫌弃我们这些丫头了 你这孩子 胡说什么 你小时候 是老爷手把手教的读书写字 又特意为你请过先生 谁敢嫌弃我们家大小姐 华丫头大了 反倒愈发淘气了 圣华兰出生在最好的时候 那时王氏和圣红新婚艳耳 与圣老太太婆媳和睦 没多久又有弟弟出世 圣华兰娇美讨喜 作为嫡触的大小姐 真是集万千娇宠于一身 她在圣老太太跟前 也养过一阵子 因为王氏不舍得 又给送了回去 但已是孙贝丽和老太太 最有感情的了 相比之下 一母同胞的儒兰小姑娘出生时 就没有那么风调雨顺了 果然儒兰跳下矮蹲 跑到圣红身边 拽着袖子撒娇道 父亲教过姐姐 那为什么不教我 我也要请先生 不许胡闹 你父亲如今公务繁重 如何能陪你玩 你连苗红都坐不住 请什么先生 第八集 王氏把儒兰扯到自己身边 儒兰不肯 绝嘴跺脚 王氏又劝又哄 圣红已经沉下脸来 圣老太太微笑看着 这时一直安静不语的莫兰 突然说话了 我妹妹年纪小 苗红又最要耐性子了 自然无趣 不过学些诗词道理 却是好的 我觉着也不用请先生了 大姐姐学问这样好 不如请她来教 岂不正好 莫儿说得好啊 女孩子家不用客举仕途 赐无需认思理的练字 不过读些诗词文章 陶冶性情确实不坏 华儿得功教教如儿也好 身为长姐 自当教导弟妹 王氏脸上一审 不予理睬 华兰微有不屑 圣老太太却在看 唯一没说话的圣明兰 她正傻傻地看着莫兰 心中又是叹息 东拉西扯几句之后 王氏慢慢把话题 带到华兰的吉吉里上去 没说几句 圣老太太就发话 让妈妈在这里摆早饭 分摆两桌 一桌在正房 三个大人吃 四间摆一桌 孩子们一起吃 早饭端上来 出乎意料的简单 即使是不慎了解情况的明兰 也觉得有些寒酸了 一个大瓷盘里面盛着白馒头和香油花卷 外加白金米熬的青粥 还有几个小菜 明兰抬头 看见长百哥哥神色自有欠然 长风和莫兰神色如常的起快用餐 华兰和如兰则齐齐绝了绝嘴 虽然动作幅度不一 但角度如出一辙 明兰由丫鬟服侍着 也慢慢吃着 回想这几天 在太太屋里吃过的早餐 莲藕蜜糖糕 奶油松酿卷酥 炸糕 肉松香蒜花卷 蜜芝麻球 早熬精米粥 红稻米粥 腊肉蒸蛋 燕窝炖蛋 干丝清炒牛肉斧 麻油凉拌熏肉丝 十六样各色小菜拼成的十锦酱菜八宝盒 大户人家讲究 食不言 寝不语 何况他们兄妹六人 来自三个不同的生产厂家 这之前连话都没说上几句 这会儿就更只是闻得条羹筷子清冻声 吃完早餐 盛红赶紧去上牙 王氏回到自己院子 几个孩子吃完之后 也都被不同的妈妈接走了 负责明兰的那个妈妈 在爆煞还没出来 明兰就跳下凳子 到门口望了望 对于陌生的地方 她不敢乱走 但是沿着门口的走廊散散步 应该没关系吧 北方的建筑和南方就是不一样 高阔的廊柱 方正的石板条凳 没泉州府邸那么精致秀气 却也大气明朗 明兰扶着墙壁一边走一边看 不止拐了几个弯 经过几个房间 越看越摇头 这里防射空阔摆设简单 除了必要的家具 一应金玉骨完全无 扑布婆子大都是上了年纪的 只有几个小丫头在扫撒浆洗 看着比别处的丫头寒酸 院子里无花无木 只是简单的修建了下 门庭颇为辽落 活脱脱 一个苦寒窑 看来传闻是真的 这位圣府老太太出身 永依侯府 生性刚傲 年轻时目下无尘 早年最喜欢折腾 据说 把夫家和娘家都得罪了 后来圣府老太医过世 她守了寡也转了姓 待到圣红成年娶妻之后 圣府的产业 她一点没留 全交给了圣红 自己却没剩下多少提起因子 她念佛吃斋与世隔绝 整个受安堂的下人 也都跟着一起出了家一班 平常饭菜简陋 柴是没有水 日子清淡 有一阵子 甚至连院子大门都关上了 似乎完全和人气旺盛隔离开来 下人们都不愿去受安堂受苦 所以这里使唤的 也都是当初跟着老太太 陪嫁过来的老人 嗯 冷门单位 效益不高 福利稀薄 领导没有进取心 职员缺乏积极性 走到又一个拐角 明兰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 她顿时呆了 这味道宛如来自她记忆的最深处 她本已打算忘记的过去 她顺着香气来到一个房门口 推门而进一个小小的房间 正对面是一个长长的紫檀案机 上面只放着几卷经书 向左进去是两个如意文方凳 旁边是一张灵芝文紫檀方桌 再往里去 明兰看见了一座小小的佛刊 上悬着秋香色乌精云绣沙障 下面是一张香案 正中摆着白玉四足双耳皮修卧顶 顶中正缓缓燃着香烟 明兰闻到的原来是檀香 香台左右各设一座 中间下方是一个蒲团 原来这是一间内设的佛堂 香台上供奉着一尊小巧的白玉观音 明兰抬眼望去 只见那观音端庄肃然 眉眼却慈悲 仿佛看尽了人世间的苦难 明兰忽然眼眶一热 忍不住掉泪 她想起姚妈在她下乡前 特意买了一个玉观音的挂坠 去庙里开了光 尊尊教念着女儿戴上 好保佑此去一路平安 当时姚依依不耐烦听母亲唠叨 急急忙忙爬上了车子 现在却是想听也不能够了 现在回忆起当时失去意识前 她依稀记得外面有人在撬车门 看来是救他们的人来了 也不知法官老太和其他同事 获救了没 难道只有她一个因公殉职了吗 想到这儿 她顿时悲愤不已 悲愤过后是木然 木然之后是消极 她没有特别想要活下去的意志 她认为老天亏待了她 如果死亡是注定的 那她也应该投生在一个更好的身体里才是 凭什么华蓝如蓝 甚至墨蓝都能够千娇万宠 她却要重新开始奋斗人生 她要熟悉这个陌生的世界 去讨好并不是她亲生母亲的王室 估计忍气吞声是免不了的 受些委屈也是正常的 学着去看人脸色 重新学习古代女子的生存技能 而这里 并不是一个适合女人生存的世界 很久之前看蓝色生死恋时 朋友们都为恩西跌宕的命运 哭得死去活来 可姚依依 独独同情那个心爱 在女主角定律下 恩西显得那么美好善良 而心爱却有心机又刻薄 所有人的情感都朝向恩西那一边 可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出生在富裕家庭 当大小姐的原本就应该是心爱 她生来就属于那个温暖舒适的家庭 而恩西本来会在那个肮脏糟糕的小店里长大 被兄长七五忍受着母亲的脾气 在姚依依看来 是心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 如果心爱一开始就在人人呵护的温暖环境下长大 她也许就没必要长成斤斤计较的刻薄脾气 因为这段倒霉的经历 她即使日后回到了父母身边 也和母亲有了隔阂 无法像亲生母女一样亲密 心爱这笔账 又跟谁算去呢 看到最后男女主角双双死去 姚依依甚至恶毒的想 恩西好像注定是去那家讨债的 她因为白血病肯定是要死的 她不但平白获得了十几年 原本不属于她的幸福生活 还把养父母唯一的儿子一起捎带进了黄泉 而最后留在那对养父母身边 尽儿女义务的孩子 反而只剩下了那个一直不受疼爱的心爱 恩西当然很可怜 难道心爱不可怜吗 现在姚依依也是这样 她原本美满的人生被偷走了 换成了一个可怜女孩的人生 如果她投胎在一个千娇万宠的女孩身上 那么她也许会很心虚 但矫情几下之后 她也会接受算 可是现在的情况 却是历史的倒退 她原本的生活 虽然没有丫鬟婆子伺候着 可那时她的生命是自由的 她已经熬过了高考和求职 人生很艰难的第一关已经过去了 她拥有好的工作和温暖的家庭 记得泥石流发生前两天 妈妈还打电话说有上等货色 等着她回去相亲 只要不发生小三二奶 绝症车祸等狗血事件 她将像绝大多数普通女生一样 平凡充实地过完一生 而现在的明兰小姑娘呢 亲妈是小妾 而且已经死了 估计这会儿正等着投胎 老爹有三男四女 看似也不特别喜欢自己这个庶女 还有一个没有当圣母打算的嫡母 好处是她不用考试 考公务员考职称 坏处是她将来的丈夫人选 她没有权利发表意见 将来的人生她只能碰运气 有家暴 她不能找警察 自己磨点红花油凑合 有小三小四 甚至小恩 她也不能吵闹 得贤惠地当自己姐妹 丈夫差劲猥琐地实在过不下去了 也不能闹上法庭 哦对了 还有更糟的 她也许会连个正房也凑不上 庶女向来是做妾的好材料呢 这样富有挑战性的人生 叫姚依依如何甘心 可她只能甘心 她学着母亲当初礼佛的样子 恭敬地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双手合十 诚心诚意地祈求 祝到那个世界的母亲兄长 平安康泰 莫要牵挂儿女 从今天起 她也会关心粮食和蔬菜 关心河流和大山 认真努力地生活下去 滚烫的泪水 大颗大颗地涌出来 她无声哽咽着 泪水顺着略显瘦弱的小脸 滴落在浅青色的蒲团上 有些渗入不见了 有些滚落到地上 与尘土混为一体 尘早的光线 透过藕合色的纱窗 照进佛堂 光彩清朗 柔光明媚 明澜小小的身体 浮在蒲团上 心里前所未有的宁静平和 她发自内心虔诚地低声祈祷 愿观神音菩萨自卑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愿心无关爱 无关爱孤 无忧恐怖 愿力颠倒梦想 秋金灭盘 明澜 小丫头 你给我拿个橘子过来 要剥好皮的 如兰小姑娘坐在秋千上 明澜呆坐在石墩上看天 没有动静 如兰又叫了几声 见明澜还是没反应 她就顺手捡起一个小石子丢过来 明澜肩膀一疼 吃痛地转过头 看见如兰小姑娘笑得呲牙咧嘴的 你这个小傻子 还不快给本小姐剥橘子去 明澜无语地望天 慢吞吞地走到一旁的小溪上 拿起一个橘子正要剥 却被鞋里伸出的一只手挡住了 那只手娇嫩漂亮 石片尖尖的指甲上 还染着淡红色的凤仙花枝 如兰 你又欺负六妹了 够下来 华兰大小姐怒气冲冲地走过来 一把把如兰从秋千上扯下来 前儿父亲怎么说来着 姊妹中 六妹年纪最小 我们当姐姐的 要多体贴她 关照她 你倒好 一天倒晚地欺负她 你要是再这样 当心我告诉父亲去 谁欺负她了 我不过叫她剥个橘子 下人都死绝了 叫主子剥橘子 还是你身边的丫头 尤其金贵 竟使唤不得了 华兰漂亮的大眼睛瞪过去 本来势力在一旁看笑话的三四个丫鬟都纷纷垂手 惶恐地缩在一旁 华兰言辞尖尖利地训斥起来 瞧见六姑娘动手抱举子 你们一个个的都死了呀 不会拦着吗 好得力的丫头啊 如今 竟然看起主子的笑话来了 该年我回了老爷太太 让你们自出就回家 整日开笑话去 如兰立刻不一了 上前拉着姐姐的袖子大叫道 大姐姐 你不许欺负我的人 我告诉母亲去 你为了一个姨娘生的小傻子 为难自己亲妹妹 去告 去告啊 我早就想去告了 什么姨娘生的 六妹妹就是我们的妹妹 况且父亲 把她抱来母亲这里 就是我们的亲妹妹 你要是再说什么姨娘生的混着话 仔细父亲打你板子 华兰食指用力戳着如兰的脑门 如兰气鼓鼓的 又反驳不过来 明兰低着头 装傻不言语 华兰和如兰虽是同胞姐妹 但长相却不一样 华兰长得像盛红 明媚秀美 眉宇间英气勃勃 如兰长得像王室 圆盘子脸 眉目端正 姿色不免平凡了些 不过将来长大了 也许能往端庄上发展 造物主显然没有公平对待 这对同父同母的姐妹 不论容貌才能 还是父母宠爱 妹妹通通不如姐姐 明兰只希望 如兰的心理不平衡 不要愈加严重就好了 其实 在王室身边讨生活 并没有那么难 华兰姐姐和长柏哥哥 早就有自己的院子了 长洞小弟弟还处于流口水的阶段 明兰需要应付的只有如兰小姑娘 如兰其实人并不坏 只是喜欢使性子耍威风 恨不得天天被人捧着 可是她上头一姐一兄她都惹不起 林姨娘那里的一兄一姐她又惹不到 连站都站不稳的长洞小弟弟 她惹着无聊 于是只剩下一个倒霉的明兰 可以让她呼来喝去了 每当这个时候 华兰大小姐就会像齐天大圣一样 从天而降来主持正义 她未必喜欢明兰 但却看不得如兰嚣张的样子 作为得宠的长女 她在胜负的权威仅次于三个长辈 训斥妹妹 处罚下人 做起来得心应手 说起来 头头是道 明兰心里 十分感谢这位又漂亮又威严的大姐姐 她是真正的天之娇女 容貌家世 魄力 无一不有 她真心希望这位大姐姐将来 永远能这样幸福骄傲 第九集 现在每天早上 明兰被妈妈抱着和王氏她们一起去给圣老太太请安 那之前 各房妾室已经先给王氏请过安了 灵依娘请安的间隔很有规律 大约是三天请安两天告假 原因很万经由 身体不适 如果前晚圣红在她房中过夜 她就会扶着腰说身子累 如果前晚圣红没去 她就扶着胸口说心累 灵依娘每次来请安 王氏就要心理建设半天 免得自己暴怒起来 扑上去 划破灵依娘那张楚楚动人的脸蛋 极端挑战王氏的修养 反观小明兰 不过五六岁 没有得宠的亲妈 年纪又小又顿顿的 王氏没有欺负她的必要 当然也不会去特意照顾 反正是与如兰一道吃睡 但是细心的人还是能看出不同之处 每顿饭摆的都是如兰喜欢的菜 明兰跟着吃 没有挑菜的权利 如兰的衣服都是新的 明兰穿剩下的 虽然也是九成新 有什么新鲜的果子糕点 当然是紧着如兰先吃 剩下的给明兰 至于什么经营玉的锁呀练呀之类的首饰 明兰是压根没见过 不过每次出门 王氏还是会给她脖子和头上 弄点东西带出去 冲冲门面 明兰为自己设定的职业规划路线是 当装傻时得装傻 当告状时得告状 银川姑娘的遭遇告诉我们 不是一位忍气吞声就可以安享太平的 一个没有什么依仗的庶女 倘若自己都不为自己出头争气 还有谁会理你啊 所谓天助自助者 明兰身边的妈妈是一个懒被大义的婆子 耀东往往给西 多拆前两声就嘟着嘴巴不乐意 小丫头们是有样学样 也都是懒散不得力的 还常常用明兰听得见的声音 说悄悄话 什么做一次又一次的 没个完了 真把人折腾死了 摆什么主子款 还真当自己是什么千金大小姐 不过是个银铛生的罢了 趁早消停些吧 谁耐烦伺候她之类的 明兰一句不吭 当作没听见 照旧使唤 因为圣红对王室还没有完全放心 所以时不时会去看看明兰 这时明兰就会老实不客气的说 晚上口渴 妈妈不给我水喝 你上次给我海棠鹿了吗 我一点也没见着 太太给的点心 妈妈说她小孙子喜欢吃 就给拿走了 妈妈说 等她空了 再给我补衣上这道口子 圣红脸色立刻就放下了 王室也尴尬不堪 他最近正忙着办华兰的吉吉礼 哪有功夫去管明兰 他一生气 就把丢了他面子的丫鬟婆子 通通罚了一顿 一开始 丫鬟婆子不服 照旧给明兰小鞋穿 明兰也不当回事 继续告状 不过两次 仆妇们都老实了 明兰的日子 也好过了 其实 告状是个技术活 现代职场和古代圣家都一样 告得好 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 告不好 却适得其反 这里面 是有诀窍的 首先 告状对象 要准确 明兰一开始就知道 王室没把他放在心上 只要养着不死就行了 圣红倒还记着 魏姨娘的好处 内疚他年纪轻轻就没了 所以明兰的告状对象 是圣红 其次 告状的目标 要明确 明兰只告丫头婆子的 却半句不提王室 反而常常说 王室给这给那的 是下人偷懒爽滑 王室一边听着 倒也还好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要装傻 明兰从醒过来开始 就一直呆呆傻傻的 说话不利索 反应也迟钝 完全没有心机的傻样子 反而安全 渐渐入下 日头炎热 暑气灼热着人的皮肤 这一天 明兰在内屋午睡 两个值班的小丫头 在外堂 有一搭 没一搭的 说着闲话 大小姐的 鸡鸡鸡可真气派 据说 太太把灯周 有些脸面的 太太夫人都请来了 门口光是轿子 就排了两排 为了怕外客热 太太还一口气 买了几十车冰块 针着 流水溅的 往里送冰碗子 老爷也特意 回府关里呢 太太特意从翠宝斋 拎着一套头面首饰 妈妈说 那可是京城的 第一株翠楼 不知花了多少银子呢 还有大姑娘身上 那条乳裙 妈妈说 那上面瓷绣 是流伤绣 走动起来 上面每一条纹路 都像灰洞似的 那是 太太娘家 老太太送过来的 大姑娘的命可真好啊 小梅姐姐 你说我们姑娘将来 我们姑娘怎么能比 大小姐 可是嫡出的 明兰 躺在里屋 听着丫鬟的对话 这两个小丫头 是王室 分给她贴身使唤的 大点的 叫秋雨 小的 叫小桃 前者 原是王室 房里的三等丫鬟 后者 是刚刚 从家生院里 提拔上来的 说是和六姑娘 年龄相反好相处 想到这里 明兰无可奈何的 鼓鼓脸 因为要整顿 圣府内宅 圣洪恨不得 把所有的下人 都怠唤一遍 除了个别 太太和林姨娘的 得力心腹 其他二三等的 早早丫鬟 几乎全部倒腾了一遍 然后又从家生院里 选些新的来补充 那些模样伶俐的 都是先给了 前头几个少爷小姐 轮到明兰时 只剩下这个傻傻的小桃 唉 不过 也好 明兰把小小的身体 在熔垫上翻了个身 圣华兰的吉吉里 明兰并没有看见 但可以想象那场面 她并没有特别羡慕极度的 只是睡得迷迷糊糊之际会想 圣华兰这样的出身 才是穿越女应该投的胎呀 完成了吉吉里 王氏立刻以无限的热情 投入到寻找大女婿的工作上去 时不时的 要和圣红和圣老太太交流意见 每当这个时候 华兰就会一脸娇羞的 夜面回屋 明兰不由的感叹 社会果然进步了 想当年姚妈举着照片 给姚依依说相亲对象时 姚依依可是全程参与的 并且拥有最终否决权和决定权 可这里 即使是圣华兰这般受宠 她的婚事 自己也无法插手 明兰第一次见识到了 什么叫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议 圣红夫妇手里 留下两个最终候选人 令国公府第五个孙子和忠秦伯府的次子 还没等到夫妻商量出结果来 时任开封服饮的邱敬大人 来为儿子提亲了 王氏坐在一张蝙蝠流云乌木桌旁 面前堆放着几张大红阳金的帖子 头上龙凤金簪的流苏 不住抖动 原本华儿刚刚才急急 也不急着喧嘘 可邱大人这一提亲 我们却不得不快乐 要么应了邱大人家这门亲事 若是不应 也得有个说法 邱兄是我的童年 我们两家 远也是知根知底 本来结成这桩婚事也无不可 可是 圣洪手握着一把黄羊木骨的折扇 在屋里走来走去 可是什么 老爷快说呀 圣洪坐在王室对面 端起桌上的白瓷符文茶盏 浅瀉一口 那邱二公子我是见过的 模样品行都配得上华儿 本来我就不惜华儿嫁入王宫府邸 那里虽然富贵 终究门庭深锁 华儿有心高气傲 真嫁入到那地方也未必如意 我们与邱家那是门当户对 也不怕华儿受委屈 可是这次我去京城 瞧着不妥 王室听到华兰嫁入公侯之家的难处时 连连点头 听到最后还执起手中团扇 给圣洪轻轻打扇 圣洪缓了缓 凑过来低声说 当今皇后没有儿子 论敌是不成了 而接下来最涨最贵的 无非是德妃淑妃所出的 三王爷和四王爷两位皇子 圣上迟迟没有离太子 不过是因为三王爷身子孱弱 且年过四旬尚无子嗣 而有子嗣的四王爷 却偏偏晚了半天出生 如今圣上身子尚且硬朗还好 将来万一有个山林崩 那些王爷身边的近尘 怕是有事 王室与朝堂之事一窍不通 茫然道 这与大丫头的浑事何干啊 丘敬大人是个外观呢 可丘敬的长兄 却是三王爷的蒋经师父 圣洪福然 他其实也很想和妻子推心致富 可妻子的思想总和他不同步 林姨娘倒是和他很同步 却偏偏是个妾 老爷 这的确不妥 不论圣上是不是立三王爷 只要三王爷生不出儿子来 将来这皇位也得给人家呀 我听说那四王爷 可不是个吃素的 圣洪看妻子总算上道了 点点头又叹气道 唉 我也时常劝说丘敬兄 想我等外观 暗暗结交些 精官内衬也就算了 可千万莫要牵扯那立处大事中去 京城里那么多公侯伯府 通门清 有几个颤合进去的 当初先帝爷即位 也算顺当了 可也夺了好几个没颜色的爵位 撤了不知多少一二坪的大员 何况我等 我劝了几次 秋兄都听不进去 反而和他掌兄加倍亲近三王爷 我也知道三王爷为人宅心仁厚 明德贤小 可是 可是 可是他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 三王爷再贤得也没用 秋大人也太糊涂了 处位之争 岂是闹着好玩的 我瞧着四王爷 一准能上位 那也不一定 秋兄以及三王爷身边一干辽臣 也不全糊涂 他们知道三王爷若非子嗣问题 早就立了处了 于是 就想出一个点子 什么点子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他们窜逗了 这个大臣在外头不吹着 要效仿宋英宗故事 老爷就别和我拽闻了 我大字都不识一筐的 如何知道什么 宿英宗故事 圣红含蓄地 嘲了下 无奈地解释道 那就是说 如果三王爷 急了位后 却始终没有儿子 就让他从兄弟那儿过几个儿子过来 圣上儿子 可不止这两个王爷 下面几个年少的王爷 不都有儿子吗 反正论起来 都是圣上的孙子 王氏笑着拍手 这倒是个好主意 那几个小王爷母族卑微不说 皇上也不大上心 皇位是无缘了 过继他们的儿子最是妥贴 可 可这能成吗 四王爷能答应 谁说不是呢 如今鼓吹过继一世的几个 早已成了四王爷的眼中丁肉中刺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倘若将来是四王爷即位 那丘家 圣红没说下去 但王氏也全明白了 这就是个赌注 赌赢了 丘家鸡犬升天 赌输了 丘家一败涂地 可何必要赌呢 丘家现在已是富贵双全的了 老爷 丘家的婚事 咱不能答应 他丘家愿赌 咱们可不能拿华儿来赌 要是弄个不好 咱们全家被牵连也是有的 王氏的思路突然清晰起来了 他从腰下又拿出一条 降红底绣葵花的汉金 细细摁着额头 忽抬头 转而又问 老爷素日在官场上 为人厚道 常与人骄傲 如今 如今就没一个可以结亲的 不是没有 还在泉州时 我就细细盘算过 我那群童年童客好友 都不合适 都不合适的 盛红看了他一眼 学着王氏的口气 慢悠悠的说 你那日是怎么说挑女婿的 要门地好 家底厚 人口简单 公婆周理好事 最最要紧的是人家后生 要有能耐 要么读书有功名 要么会办事的有产业 我素日节交好友 大都是书生 与我同年同科的 官位高的不多 官位好 官位高的 又加点担保 可加点厚的 自是早就被长辈定好了的 大理寺的柳兄倒合适 可他家笛子还小啊 将来 倒可以给如兰说的说道 唉 王氏神色有些尴尬 善善地笑道 老爷不必忧心 这 这不还有别家吗 我瞧着 令国公府就很好 他们虽是将等席爵 从太祖爷封爵至今 不过才三代 那钟秦伯府倒是远等席爵 可他们家如今的光景不好啊 早被圣圣咽气了 还是不要的好 令国公府好 赫赫扬扬 家世鼎妃又风光又旺盛 圣红 慢条丝里的打开折扇 慢慢摇着 这可未见得 我幼时随着老太爷和老太太 在京城里住着 与伟大哥哥 在令国公府家属读过书 那家人 我很是瞧不上 外边看起来光鲜 内里却污秽不堪 那家属 也阿萨得很 我与伟大哥哥只读了半年就出来了 这次我到京城办事时 听闻令国公府愈加不堪了 家里人口众多 主仆上下 安抚尊荣 几个小爷们 不过和长百大小 这屋里竟然有二十多个媳妇丫鬟伺候着 如此穷说即语 大的小的全都挥霍无度 铺张奢命 出得多劲得少 内能早就恐 我不过稍稍与耿士叔 透露华尔吉吉在即 他们就找了来与我说 言谈之中啊 流露出有结亲之意 你是说 他们瞧上了大丫头的嫁妆 难说啊 何况他们家贪了媳妇的嫁妆 又不是一次两次 可那终归是国公府啊 那样排场风光的人家 若不是现在有难处 也轮不上我们华尔 哼 若只是短了银钱 我也不是如此 只是那家子孙实在不孝 诺大一家子里 读书武功 筹谋计划之人 竟无半个 老国公夫妇自己倒还好 可惜下几个儿子 哼 大方交涉淫逸 父亲素有 巨优之鞘 二房 好 来提亲的 就是这房次子 那二房的一把年纪了 还不停地讨小老婆 将房里的丫鬟媳妇 强激吟变 我在京城市听闻 她连儿媳妇房里的贴身丫鬟都讨去睡了 真正的辱墨斯文 败类之志 第十集 我说他们堂堂一个国公府 怎么善赶着来我们一个六品之府家里提亲 怕是京城里面的体面人家都不肯把女儿嫁过去吧 太太这次说对了 那也不能是钟秦伯府啊 她原家如今门庭冷落得紧 这倒不是 我这次特意去拜访了钟秦伯府 见了老伯爷的几位公子 嫡长子是早聘了国子剑 纪九章大人家的天津 那次子啊 我瞧着道好 沉稳失礼 威风凛凛 年纪轻轻就在五城兵马指挥司里 谋了个差事 我又特去向斗指挥使 打听她的人品财句 那窦老西你也是知道的 素来狂傲 可她也把原文少结结实实的跨了一顿 还叹气说 那少年郎因被家世所累 一般的官欢世家都不敢与他们结亲 差一点人家 他们又瞧不上眼 好端端的一个后生 拖到了快二十的还没成家的 大约是我在窦老西面前显得意了 这第二天呢 原家就拖了人来说下 你也说了 一般的官欢世家都不敢与他们结亲 他们如今要事没事 要钱没钱 我们干嘛上赶着去啊 废话 若不是人家现在有难处 也轮不到我们花儿 他家也是倒霉 先帝爷在位时不慎卷入以往谋逆案中 连同还有几个世家一起被夺了绝 潦倒了几年 后来当今圣上即位后大赦天下 翻查了旧案 方发现连着中秦伯府在内的几个空侯伯府 磨石有些冤枉 算是被牵连的 所以起负了四五家 他家就在其内 可还是被斥责了处事不解 行指不断 足足被耻夺了十年的银米凤裸 冷落下来 老爷既然说得头头是道 何必还要和他家结亲 你懂什么 像这种有爵位在身的 王公家出来的子弟 大都满含无能 因祖上有阴 故不思读书 不讲习武 不求进去 两三代之后便不成样子了 可这原家因为遭过难 他家子孙便比一般的能干懂事 有过磨难的方之立业之难 我瞧着袁文绍很好 王氏还是不愈 转过头去不说话 圣洪走过去 扶住王氏的肩膀 细声说 华尔是我们的投生女 我怎么会委屈了她 记得那时 我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后部指使 又被指派到那苦寒之地 华尔出世时啊 我们竟然连一个像样的奶妈子都寻不到 我一边读书备考 一边当差 你又要管家 又要服侍我和老太太 华尔那时乖的 让人心疼啊 从不苦闹热事 少大一点了 还能帮你理事 说句出心的话 这许多子女里啊 我最疼着就是华丫头 王氏想起当初那段艰难的日子 眼眶就红了 圣洪声音也微微颤抖 当时我就想 委屈了谁 也不能委屈了华尔 我不止着用华尔攀龙复风 只希望他能嫁个有担当的男人 夫妻和睦 琴瑟和鸣 将来生儿育女 一生平顺 圣洪言语音音 一片雌腹心肠 王氏再也忍不住落下泪来 忙低头是泪 袁家再不好 终归有爵位护着 若是仕途不顺 至少有个伯父可以依附啊 若是袁文绍争气了 将来一样有荣华富贵等着花儿 王氏早就被说动了 一边用手绢脚拭肆泪 一边撑倒 一个潦倒祸 也被你说得跟堵花似的 老爷见事比我明白 且在让我打听打听 那袁文绍的品性如何 都二十岁了 也不知他房里有几个人 要是有那淘气跋扈的 我可不依啊 我的花儿 可不是嫁过去受罪的 盛红亲热的搂过去 好好好 都依着娘子 那小子要说谈话好色 我第一个不答应 我们呢定要细细思量 给花儿找个顶顶好的女婿才是 夏末秋至北地不比南方 天气渐渐干凉起来 圣服免不了煮些甜汤来润沸止咳 明兰子来这里之后 大半时间倒是病着的 这一变天就更加虚弱起来 常常干咳气喘 请大夫来不过开些滋补之药 偏偏明兰最厌恶中药的味道 他急切地思念着 穿背琵琶路和可喘宁 越这么想就越抵制中药 喝一碗倒要吐半碗 整日里病歪歪的 半点力气也提不起来 曾经身板壮壮 还练习过防身搏击术的明兰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圣洪和王室斟酌再三 又四处打听原文绍的人品才干 最终还是定了他 这就过了纳采之礼 送出了华兰的生辰八字 遂行问明礼 王室的思路非常神奇 居然分别请了一个德道高僧 和一个有为道士来和八字 这一僧一道都说 双方是百年好和的八字 王室这才放了心 圣洪瞧王室房上的香机上 左边摆了一个浮尘 右边立了一个沐鱼 不由的失效 太太这到底是信佛呢 还是信道啊 说个准数 对准了拜 放灵验些呀 王室知道丈夫是在调侃自己 哪个灵验呢 我就拜哪个 只要华尔好 让我拜墙根草也成了 我知你是一副慈母心肠 最是好心 最近我瞧着名儿不好 你也多留些心 这么磕下去 莫松了一条小命啊 昨日经理来信 钟亲伯父这几天 就要来下小定了 华尔见我忙得焦头烂额的 就自己把名丫头的事 给烂过去了 华尔一个小孩子知道什么 你还是自己过问 牢靠些 强老爷说的 华尔他哪里是个小孩子了 要是诸事顺当啊 不是明年底 就是后年初便要嫁人了 将来要服侍公婆夫婿 也该学着照看人了 这几天啊 他把自己奋力的 雪梨羹和杏仁汤 都送给了名丫头 还天天拿眼睛 死盯着名丫头吃药 吐半碗就要加一碗 名丫头吓得都不敢吐药 圣红心中大胃 连连点头 好好啊 姐妹姐本就该如此啊 华尔有章节风范 很好很好 华兰大小姐 是个严格执行的负责人 温情不足 威严有余 明兰但凡流露出一点不肯吃药的意思 她就恨不得撩起袖子青来灌药 明兰吓得出了一身汗 病倒好了一大半 华兰又捉着她天天踢垫子 明兰犹如被解压的囚犯一般 在华兰的监督下 立在院子里一五一十的踢着垫子 每天要踢足三十个 每三天要累进五个 华兰大小姐居然还拿了个册子 做明兰的锻炼日志 一脸狱足像的天天勾兑记录 少踢一个都不行 华兰是个大姐姐型的女孩 内心充满长姐情节 可惜她的同胞弟弟妹妹 都无法满足她这个需求 长白饼姓老成稳妥 华兰不要被她训去 就烧高香了 而如兰却任性刁钻 极傲不驯 华兰素与她不合 说她一句倒会还嘴三句 王氏护着 她又不能蒸发如兰 而灵姨娘那里的两个 她不屑插嘴 肠动嘛又太小 所以她一直没什么机会 拜大姐姐的谱 明兰脾气 乖顺和气 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说她两句也不会降嘴 只会怯生生地望着你 水灵灵的大眼睛 忽闪忽闪的 偶尔还发个小呆 华兰对这个小妹妹 倒很是满意 几乎比自己妹妹 还要喜欢些 钟晴伯府动作挺快 没过多久 就来下小定 因为原文少年纪 着实不小 他们指着明年中 就能完婚 盛宏拿出当年 考科举时的文章架子 写了些云山雾罩的 托词在信里 也不知人家 是不是能看懂 大约意思是 女儿还小 不人早嫁 言辞恳切地表达了 慈父爱女之心 那原家 立刻又加了不少聘礼 还请了红卢寺的 一位理官来下聘 盛宏 李子面子都赚足了 也很上道的 又加了些嫁妆 并把婚期定在明年五月 两家都很满意 之后 华兰就被锁进了 闺房秀嫁妆收收信子 明兰松了口气 她现在已经积累到 每天要踢六十五个剑子 踢得她退直抽筋 这下 看守自己的人被关起来了 她也可以再次回到了 吃吃睡睡的小猪生活 当然 时不长的 要被如兰骚扰一下 天气渐渐转寒 春夏秋都还好 这一入冬 南北气候差别 就立刻显现出来了 各房纷纷烧起了地笼 各色土炕砖炕 还有精致漂亮的木炕 就是把宽阔舒适的床和炕 结合起来的寝具 明兰本是南方人 从不知古代北方 竟然还有这样既保暖 又舒服的炕床 估计是踢剑子的功劳 天气这样冷 明兰竟然没有感冒生病 不过别人病倒了 圣老太太到底年纪大了 且南北迁徙太远 多少有些水土不服 入秋之后也开始咳嗽了 她素来威严 里面的丫鬟婆子 不敢逼她吃药踢剑子 所以病根一直没断 一入冬就时不时的发低烧 这一天突然烧得浑身滚烫 几乎昏死过去 大夫来乔也说凶险得很 老人家最怕这种来势凶猛的寒症 一个弄不好 怕是要过去 这一下可把圣红夫妇吓坏了 圣老太太要是没了 圣红就得盯忧 华兰就得守孝 那袁文绍已经二十了 如何等得了 圣红夫妇立刻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同心同德 齐心协力 日夜轮流地去照看圣老太太 每一副方子都要细细推敲 每一碗药都要清肠 险些累得自己病倒 不过这副孝子贤富的模样 倒是饮得全灯周官宦士绅 尽相夸赞 也算是歪打正着了 几天后 圣老太太终于退了烧 缓过气来 算是捡回一条命 圣红夫妇不敢放松 紧着把库房里的各种滋补药品 送到寿安堂里去 对明兰来说 再名贵的滋补药也是中药 那味道高明不到哪里去 心里不免暗暗同情圣老太太 还没同情两天 寿安堂突然传来一个消息 说是圣老太太年老孤寂 想要身边养个女孩 了解冷清 消息一传出来 几家欢喜几家愁 先说欢喜的 娘为何叫我去 都说老太太脾气乖丽 性子又很冷漠 一年到头也说不上几句话 那屋里讲漏得很 没什么好东西 况且老太太一向不待见你 我才不去自逃没趣 莫兰窝在炕上的被笼中 身上披着一件 绿色点睛的灰鼠皮毛凹子 怀里抱着个横置的金葫芦 掐丝法郎手炉 小小年纪已经出落得清丽儒雅 林姨娘瞧着女儿又是骄傲 又是担忧 好孩子 我如何舍得你去受苦 可咱们不得不为将来做筹谋 你可瞧见了你华兰大姐姐被嫁的情形 真是一家女百家囚 何等风光 等过个几年 你急急了 不知是个什么光景呀 莫兰欠了欠身子 调子还是那么斯文 什么光景 杨墨在说什么嫡出数出的了 父亲早说了 将来绝不委屈我 她为这样带大姐姐也会这样带我的 我自有风光的日子 况且娘你手里又有产业 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的儿 你知道什么 你华兰姐姐 竟是如此风光 于是你父亲做官畅达 官身素来不错 来往交际也顺遂 而是咱家多少有些家底 不比那些没家底的清贫小利 三十那华丫头是个嫡出的 她有个世代三婴的旧家 这最后一出你如何比的 况且你与那如丫头只差了几个月 将来怕是要一同论嫁 那一时那有好的人家留给你 林一娘拿过女儿手里的暖炉 打开来用旁边的铜簪子 剥了剥里面的炭火 盖上后又递了回去 墨兰纵是素来早会 为言也不经脸红 娘 婚说什么呢 女儿才几岁 你就说这个 林一娘拢住女儿的一双小手 秀枝的眉目透出一抹绿色 沉生道 当年的事我从不后悔 给人做小 得罪了老太太 不容于太太 这心我一概不怕 你哥哥到底是个小爷们 无论嫡出述出 总能分到一些家产 将来自有立身之地 我唯独担心你 娘 别往心里去 父亲这样疼我 几个女孩 除了大姐姐就是我了 将来 总不会亏待我的 可也后代步到哪儿去 林一娘一句话 打断了女儿 往后靠在秋香色 金钱榜大条乳堆里 和睦慢悠悠地说 唉 你如今七岁了 别该想事了 我七岁上时 你外祖父就拜了家事 那以后 我不曾过过一天像样的日子 你外祖母没有算计 全靠典当度日 那是她总叹气 她没能嫁到体面的人家 当初明明是一起 嬉闹玩耍的小姊妹 有的就披荆带淫 荣华富贵 有的却落魄潦倒 连娘家人也不待见 总算她临过世前做对了一件事 把我送到这圣府来 屋内静静的 只有地上的熏龙 缓缓吐着云烟 林一娘微微出神 想到第一天 进入圣府的情景 那时圣洪虽然官职不大 但圣祖太爷 却挣下了大份的家业给子孙 老太爷又是炭花郎出身 圣府自然气派 那样精致漂亮的花园子 那样苗精慧盈的用具夹实 绸缎羽沙四季衣裳 他一辈子都没想过 这世上还有这样富贵的日子 这样养尊处优的生活 那时圣洪又斯文俊秀 文质彬彬 他不由地起了别的念头